劉莉將 劉莉將 看一下你的眼睛 眼睛還好嗎 濕濕的 嗯 這麼大塊 這個根部的部分 我覺得是不是 有點紅紅是不是 要帶他去看醫生 好 我們也第一次去 動物的醫院 我們家附近有的 多多看一次應該不會很貴吧 看情況吧 差不多跟人差不多 你媽 可是我們因為有保險所以比較皮靈 我就不知道了 瑠璃 對 看來這裡 對 對 可愛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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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得 去到家了 然後醫生講呢他果然有發炎 對啊因為剛剛醫生很不客氣的就把他眼睛眼球這樣打開來看 醫生只是給我們一個就是眼藥水 每天幫他點就好了沒有太多問題啦 我們這樣看醫生然後哪一個眼藥水呢 日幣是2700日幣這樣子 他長大了然後656g 對啊剛到我們家的時候只有300 兩倍大了 有人今天穿新衣服 給我看一下 這是新衣服嗎 欸蠻好看的耶前面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我們要去買 合理甲的東西 下去看一下兔子的周邊 他的眼睛好了嗎 嗯 眼睛沒有濕濕的 嗯 下雨了 下雨了 這兩天日本的天氣都不是很好 嗯 我們今天要去買路里甲的東西啦 主要還是要去買 看有沒有比較好的籠子 然後看到有一個觀眾他有留言告訴我說 因為日本的這個鐵籠的材質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一次養的是豬乳兔嘛 豬乳兔他最大也只是到大概一公斤 所以對腳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什麼的 但是因為太多人這樣講了 我們想說我自己也很擔心你知道嗎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信哪一邊 所以還是去看一下有沒有更好的籠子 然後比較大一點的我們就買給他這樣子 嗯 對啊 很擔心 喔 看到有很多狗屋 喔 看到很多你的家 我的家是什麼東西啦 為什麼狗屋就是我的家 那今天要來買我的新家 不是啦 有點講的新家 我家的六根是很大之所以 嗯 這樣子有點太小 快點啦 欸這好可愛喔 這是貓貓穿的 這是貓貓的 古典仔耶 好可愛 給大家開在這間店的感覺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辦法就是 可以買這種東西放在下面 足裏に優しい 凹凸設計 凹凸加工 我上次呢 上網有看到這個耶 對 就把這個草放在這裡給他玩 然後掉在他的籠子那裡 我們後來呢還是決定說 先不要買一個新的籠子給他 因為他這裡有賣這個板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他套在下面 嗯 就可以讓他休息 然後預防他的這個 腳底的皮膚眼 嗯 還有Yuma他 買了這個布給他 因為他Yuma自己是喜歡毛巾你知道嗎 所以 兔子 不是 那你講也喜歡毛巾 那你講也很喜歡 對啊 兔子很喜歡就是抓毛巾吧 這不是我玩的 那你講玩的 買一個毛巾給他回家抓 這裡呢也是有賣一些小動物 帶大家去看一下動物好了 療癒的時間 啊 前面這隻兔子了 好可愛啊 欸 這是跟Yuma家的布布醬一樣的 六部位啊 垂耳兔 好大隻喔 也太大了吧 這樣有點像狗狗耶 我們今天買到一萬多塊 我回家再跟大家介紹我們買了什麼好的 好多喔 嘿嘿嘿 奶粉錢 好重 這裡 這裡我們回來了 我們要給你很多東西 這在買到超多東西的 大家現在應該很好奇 到底整個盒子裡面裝的是什麼各位 有養兔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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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寵物的人都知道喔 其實有寵物在家裡之後呢 我們要 欸有這個 空氣 清新 氣 空氣 清浴機 是吧 然後這個是有加濕 加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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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所以它是 一台等於兩台 對 哇好多台喔 這樣拿起來 然後可以這樣子放水 打開囉 已經把我們的路里獎移過來了 然後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幫他改造他的家裡 對 焦底好的地方 我們特地去買的 所以 材質感覺蠻好的 夠大嗎 看一下吧 喔 剛剛好多呢 真的假的 剛剛好 耶 哇 完美 剛剛好耶 大小 還好沒有算這個尺寸 我們之前呢 是這樣子的嘛 所以大家一直在擔心 然後 現在 哇 這樣子不用買啊 不用買那個 褲子 對啊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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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地板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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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地板 嗯 這什麼 如何啊 RuLi 喜歡嗎 RuLi 喜歡嗎 然後 放他的 那個 Rabbit food 嗯 嗯 這個 這個 是不是很可愛 好了 那麼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把草 放在裡面給他 哈哈哈哈 這樣子 兔子會吃嗎 看起來超危險的 在馬利歐遊戲裡面 不是有這種東西嗎 一撞他就會 掉一條生命這樣子 會死掉 很刺耶 很有興趣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放高一點 是不是 如果這麼高的話就好了 你看他可以這樣吃 對啊 可以玩 可以這樣站起來吃 嗯 可以 一些人 直接吃 在看起來 右燈 在這裡 человек 你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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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 那今天的路里讲的春载日记就到这里啰 昨天真的很担心她就怕她有事情 不过就跌了眼药水买给医生看了 其实也没有太病情也没有那么到太糟糕 就只是一点点的发炎 然后给她跌了眼药水 现在今天还蛮元气的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还买了新的东西给她 那习不习惯就要看她今天的表现如何 我们就一边看她一边 就是在可能会再改造她的房子这样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